是一场TK的一场比赛 貌似是Milko打的一场勇士联赛 让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他使用英雄是地精秀武将 也就是Tinker 让我们来看这场比赛Tinker会不会有什么好的发挥 然后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这边这个飞熊二维码 然后现在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现在与飞熊视频合作 为大家准备了花费QB以及迪士尼乐园门票等大奖 然后现在登陆飞熊视频网站飞熊.tv 或者扫描一下屏幕这边的二维码 然后下载APP找我的视频留言 记得你参加抽奖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玩的开心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APP 也抽奖希望你们能够中奖 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一场TK TK的英雄是一个观赏性非常非常高的英雄 也是大家很喜爱的英雄 让我们来看这场比赛TK 会有没有什么精彩的表现 这边过来抢服 然后点一下问题不大 然后这边对面也是点真眼 双方在这大大出手 但是貌似乌依应该是先死了 应该死掉 非常非常的崩 乌依已挂 上来天文帮赚倒了东西 并且没能 让TK没能拿到福 但是自己还交代了一个无意 讲道理来说是挺亏的 中单对阵泡沫 听着打泡沫还是一个比较好打的对线的 说老实话 并不算难 底下是李子一个零书 然后最近也是天明天 天就要开始了 也欢迎大家能够来 李子零书买点零食 支持李子一下 然后到时候也给大家 一块直播TI 到时候咱们一块买点零食 大家一块看TI 这时候吃 谢谢大家 又有机会支持 这边先来说一下TK这个英雄 TK这个英雄 推荐大家改剑 为什么 因为推荐智能师法 TK这个英雄智能师法是 讲道理是刀子中比较好用的一个英雄 推荐他改几个剑 基本上要把改五个物品剑 基本就OK了 就是智能师法 把尽量把杨刀大根 还有瓶子 魂戒这些都射成智能师法 飞鞋就不用射成智能师法 飞鞋是如果射成智能师法 容易就是走的飞快 我这边排演排的好激情啊 还是对面还是非常针对TK的 毕竟九千岁啊 实力什么都是不容置疑的 非常针对TK 这里我靠TK感觉要死 先叫一血 这个激光兵能击出来 但是还是靠小兵的伤害 带走了一次 这帮苗寇换了一波 不算很亏 但是由于自己是先死 所以没能拿到这个经验 稍微有点小伤 TK方面 技能方面尽量也用全都智能师法 然后尽量四个技能都改 效果也比较好的 尽量玩TK之后还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自动攻击给关掉 自动攻击这个东西是挺影响TK的 然后因为你跳到树林里面 你带线的时候他有跳到有 他会跳树林 需要就是这种情况下 跳树林你如果容自动攻击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 所以说尽量不要开自动攻击 讲道理的话 TK这英雄离子也是玩的比较多的 算是挺有发言权的英雄 哇 这个剑躲了有点帅啊 这里三级两级的激光 激光的泡沫这边 一个激光加导弹 直接秒杀 非常的干净利落 还有TK前级加点 尽量最少要点两级激光 因为两级激光的制盲效果是 时间是就是3.5秒 可以保证你能制盲加TP 面对一些物理性英雄的时候能走 一定要切记这个 然后尽量点两级激光 前级如果你感觉对面的英雄并不强势 可以选择激光导弹对减 但是尽量不要点到八级 太高了 点到我根本感觉到五级 有三级激光两级导弹足够了 到后面记得二等级一定要补 来 这边补一重剑了 如果不补的话很亏的 这边隐私带子把这个阵眼吃掉好亏 我说无意没带树 这里有点难 无意这里我被排的眼可能要死掉 再一个激光架导弹直接给死 我前级双方有影刺拼得非常非常机型 TK再把这个眼反了 那这样TK可以说节奏全回来了 拿到这个人头拿到这个眼前 然后非常非常的舒服 TK可以说节奏完全回来了 3-1的数据可以证明 他在前级送出了这个人头以后并不是很伤 单杀一位泡沫 Mioco这边应该是不太会点 我不太推荐 如果他一真的点了这么点了 但是离子还是不太推荐 为什么 机器人等级太低 影响中期的发育速度了 TK的英雄一定要记得 机器人不能太低 3级激光2级导弹 离子认为足够了 哪怕这样比赖 Mioco不是这么加的 但是我依然依然觉得这么加好 不用加太高了 因为你3级激光加2级导弹 前期的输出基本还是够了 不太需要再往上补了 虽说离子认为机器人可以早点点 离子加点一般都是5级 如果感觉对面英雄不是很强 点3级激光2级导弹 然后就是678连点3级刷新 就是连点3级激人 9级有飞鞋肉补上1级刷新 基本就够了 如果是你真的很顺拿了很多头的话 可能8级就会有飞鞋 提前看下大概时间 比如说你现在有1500块 你快要升级了 肯定是要点刷新的 就保证飞鞋时候有刷新就行 就足够 导弹尽量别放 然后伤害并不耗血 并不是很转 CD比较长 而且这边一箭中了 但是无疑这个晕感觉挺关键的 这边走出了一个窝反杀泡沫 泡沫被反杀 隐私这血量也挺危险的 这边回头拼 直接被无疑阻肉惨死 前期TK也是找到很好的机会 这边接着 接着打一下 然后拿上这个眼睛 看来前期隐私非常非常针对他 如果TK面对一些陆霸型英雄 推荐大家把机器人早点点满 不用加两级激光一级导弹就可以补机器人了 这边喵口理解差不多 因为他感觉激人 因为你把激光导弹加刷新点满的话是9级 9级又飞鞋的时候 你的刷钱能力很差 并不能让你快速刷钱 激人等级太低 而且到11级的时候 你哪怕到11级 11到12是个坎 要经验非常高 到12级的时候 你哪怕这样9级 10级11级 你连点2级技人 但是你有3级技人 时间会很慢 就要进入到中盘了 影响你的推线 跟刷钱发育速度 所以说离子感觉 3级激光两级导弹 保证线上压制能力足够了 不用再点太高了 点太高真的是意义不大 离子在这里跟你说 真的是意义不大 这边丁盖去控服 躲一发剑 因为有视野比较好躲 然后这里直接吃到一个双倍服 TK这里 1500多块钱 精力还是比较顺的 TK现在的出装打法方面 基本上还是挺固定的 飞鞋肯定是核心道具 然后后面补跳刀 跳刀这个东西 可以让你更加灵活 团战中找一些 比较好的输出位置 然后而且还能安全带线 可以跳到树林里面 只要对面不是小强 或蓝猫啊 甚至这种比较好抓你的英雄的时候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对面有发条 切记早补推推 就是飞鞋完了以后 可以直接补推 效果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Tinker这个英雄还是蛮灵活的 这边苗寇估计 还是没能点出刷新 因为他这里前期确实太肥了 四个头 这种TK比较少见的 太肥了 这种就属于爆炸肥TK了 这种真的是不多的 然后这里接着补刀 问题不大 很舒服 顺风顺水 这边飞鞋也好 然后有了飞鞋 那这样Tinker 八级应该会点一刷新 这边看到隐刺了 一个晕 激光 直接激光打上去 隐刺直接被诅咒死了 无悬念 无一诅咒已经给上了 所以说 先诅咒 加上TK的爆发 直接秒掉 这边飞鞋已经到手 马上就要到达八级了 隐刺在前期阵亡 两次的情况下 非常非常伤的 TK切记 有一个操作 不要懒 有些刚玩TK的玩家 比较懒 飞安全线的时候 他们他经常觉得 这个线上路漏人了 很安全 不用第一时间 跳到树里面 但是离子想说 尽量养成习惯 带线下来 尽量第一时间 跳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 对面会开悟抓你的 很危险的 所以说 TK这个英雄真是这样 有时候开悟抓你的 你刚感觉很安全 你飞下去 直接就被怼了 所以说 你飞了一秒跳走 还是有希望活的 这边TK有激光导弹 而且直接刷 再一个导弹 泡不死了个屁了 赶紧要躲一下 插上真眼 隐私过来 来找一个激光架导弹 但是这边问题不大 给TK一个误 TK这边去控了一包服 TK的套装方面 都没有什么 特别好看的套装 都是挺丑的 就这一套 然后有一个鞋子 有一个记忆人 离子认为 就是这一套 试饼比较好 拿到 而且也不贵 还是挺 性价比挺实惠的 就这个钢珠 跟这个飞鞋的效果 这个飞鞋 圆形鞋 Tinker确实适合 代言圆形鞋 他这一套是 只能选择 飞鞋一种鞋 别的鞋都不太现实的 这边刷新 加瓶子 可以保证 自己能多刷 很多记忆 这里隐私 只有四级 而TK有了八级 TK也是两级级人 补起来 明天 Ti 离子到时候 明天早上 应该会 在群里 说一下 大概的博彩建议 然后 好多人问 那个猫先生 怎么玩 然后可以来 离子群 离子可以告诉你 因为离子 在那个群里面 已经有 比较详细的解释了 想玩 博彩都可以来试试 并不是广告 如果你别是广告 你不想来就算了 也不强求 并没有作文 就是问的人 比较多 这边TK 也是 在这里 应该还想再刷一波 蓝 还蛮多的 刷一波有魂剑 可以再刷一波 记忆人 就可以直接飞走了 前期TK 尽量不要贪惊 然后 刷记忆人 由于前期记忆人 等级比较低的情况下 还是 需要用自己手动 补一补刀的 我这边泡米枪 跳上来杀TK 这有点 大意了 当人脸上射箭 确实还是比较难的 这边直接飞机回家 明天 一哄应该是在零点 然后 就是星期二晚上零点 星期三的凌晨 然后给 到处李子 应该也会给大家 拨一会儿 然后拨完一哄 比赛李子就睡觉了 第二天 毕竟还是上班 顶多拨到两分点吧 大概 一个极王家导弹 泡沫 根本就经不住 这样的消耗 TK的英雄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英雄 特别有乐趣 谁玩谁知道 乐趣十足 很好玩的英雄 李子特别爱玩TK TK的英雄 就是玩好了 感觉特别秀 特别飘逸 爆发奇高无比 装到福 然后直接选择回家 他下来打架 肯定是要补跳刀的 效果也是最好的 跳刀 因为跳刀 说老实话 是TK的核心道具 然后飞鞋下跳刀 这个标配 飞鞋跳刀混戒 前三件TK 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一般就是这三件 就接补上三件机器人 然后跟李子理解差不多 因为这样子确实是 李子玩过 大小号加起来 玩了不下五六百把TK了 这种加点 李子认为是最合适的 因为你前期 前期三级导弹加两级激光 就是两级激光加三级导弹 输出基本上是足够了 这边TK应该是要飞了 再刷一波技人 直接选择 飞鞋回家 补给一波 但这个塔感觉还是比较难守 队友都没过来 队友没过来 这个塔应该是比较难了 讲道理不太好手的 接着刷新 然后这里可以飞过来 支援 飞过来直接刷杀剧毒 应该是剧毒应该是以死 一个激光加导弹 直接秒掉 但是自己这个血量 还有个激光 这PA敢跳上来 有点大意了 这里能秒掉 Tinker吗 但是Tinker这个技人 再一个激光 让他别 还是被斩杀 这个挺可惜的 但是刚好够斩杀雪量 那这里一波 PA估计二路切入 直接干掉了 干掉了边幅 PA还不一定死 泡沫也是赶紧去 抓紧时间发育一会 这一波应该是 呃 天空方赚了很多的 破塔并且杀了 TK 最肥的一个TK 跑完也蛮肥的 这里 我PA好装 兔子也来了 一刀暴击直接砍死 游鬼直接也能TP 但是兔子 这引刺 说错了 兔子就 嘴瓢了 兔子了 这边 丁哥 死离子 还是挺伤的 丁哥这种英雄 大家尽量别死 死了之后 对自己的 经济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射 但是TK还是飞下来 肯定不大 四阶级人 一级的刷新 现在TK11级 是可以点两级刷新的 因为 现在出装 就是现在这版本 出装方面 TK不像过去 都是直接奔大根的 现在 丁哥都是先出乙态 然后再补一仗的 抽很多蓝量的 所以说 两级大 是绝对用得起的 至于三级大 看你装备了 一般 一般还是 离子推荐 还是 只要不是特别去蓝球 还是推荐点 一个大招 给到技能 直接炸回来 直接秒掉 进去 听个儿 这里 和口瓶 直接飞走 回家补给波 直接一会儿 就可以直接拿出跳刀了 这个位置飞的时候 挺危险的 TK因为没对面视野 不太敢飞的 飞二塔可以 的确飞的是二塔 这包怕被直接抓了 所以说飞二塔是正确的 蝙蝠跳拉 一个导弹 再加上机器人 再一个激光加导弹 直接A死 刷一架 但是隐次这边想补塔 这里能翻不掉 这防御塔吗 开打房 不过 I没补到 被剧毒数字 舍望A死 舍望确实有点多 明天 离子认为 异红 还是 有 就是 机会比较大的 我个人感觉 唯一能跟他们靠横的 可能就是COL 别的队伍 TNC 跟 ESC ESC虽然有很多 不错的玩家 但是 比如说快波哥 但是总体来说 实力并不是特别强 感觉一红机会 还是比较大的 明天也是 Ti正式要开打了 所以说离子也比较兴奋 大家等这么长时间 Ti终于要开始了 这边TK做出了跳刀 有跳刀 有Tinker就要舒服很多 这边就可以直接 飞塔了 然后 直接可以守塔了 有跳刀 比较安全 跳进来 再刷一个机器人 然后 可以再刷一把导弹 哎 这 这里 防止 跳走了 TK切记 一定要把自动攻击管了 千万要把自动攻击管了 这个猫子是 苗子在国服打的一场比赛吗 怎么还有中文ID的玩家 页眼下塔 页眼下塔 已被反捕 没太注意这个福气是哪儿 我估计应该不是国服啊 他最近 Ti应该是在美服打的 页眼上塔 正受到 他现在已经来到了Ti的场所了 这边你看 TK就跳到这种树人里面 比较安全的位置刷就行了 呃 苗子也是十一极没加两极大 他感觉先把导弹等级不起来 但是 李子认为 加两极大效果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一极大刷新时间 说老说话有点慢 刷的时间有点长 玩起来感觉怪怪的 跟自己技能没法搭起来 但是他这种 可能苗子大神对自己 计算技能放置 就是判断比较好吧 反正李子喜欢点两极大 因为两极大比一极大 说实话心下比 可能还高了挺多的 这边直接取消 不太敢直接飞了 斧王在这来找 你看这边TK骗一波 往回跳就行了 再一个导弹 刷过来 还可以再刷一个导弹 这边有剑 蝙蝠在追 拉一个 跳过来一个导弹 秒掉 激光架导弹 直接秒掉 直接直接飞回家 这边 这边 我不太推荐 加两极大 但是现在由于出以太 加上A杖 这种TK 蓝是肯定 肯定够用的 你毕竟给试试了 尼大效果真的比 一大的输出 爆发要更快点 更高一点 这是李子的理解 因为一大的 他的CD 刷音时间确实有些长 咱们讲道理 真的是有些长 一个导弹 加激光 但是好像秒不掉 直接飞 直接跳走 他现在你看 有以太的 有一千多点蓝 一千多点蓝 讲道理 还是够用的 有魂界 一千多点蓝 没问题了 一个激光 但是再一个 跳过来 一个导弹 直接跳 直接飞走 然后呢 这样DK十几分钟 已经有了 以太 就是 以太 跳刀 加飞鞋 很顺了 再刷一波 记忆人 喵口理解 就是一级大 但是我个人感觉 如果 我觉得 我个人感觉 个人理解 两级大好用 真的是两级大好用 不知道 可能每个人理解 不一样吧 用得起 其实我感觉用得起 但是他可能 对自己的操作 比较有信心吧 因为他这种 刷新时间 比较的长 有可能 在刷的位置 就是刷 破绽时间更长 但是除非你走位 像 你要喵口这种 可能对自己 是有信心的 他就觉得 走位能安全的 度过这段刷新时间 他找的位置 刷新都应该是 比较安全 但是离此 跟人理解不一样吧 也不见得都对 你们要想学 喵口这个 可以学喵口 这边有鬼 在这里补刀 11比16 还是比较纠结的 这个局势 再刷一波低人 哎呦 这里 就是提给恶心的 PA不要不要的 塔前线就很难收 很不难 很难过 导弹激光 给一套 哎呦 还激光恶心一下 让你完全 让你完全 连那个塔刀都补到 激光瓷一下 这边在飞正面战场 但是 他应该是可以飞二塔 魔王斩杀 杜莫这边 连流道引刺 一个导弹 既然打了很多输出 还不错的 但是这位置 既然打了蛮多输出的 再一个导弹 加激光 直接杀掉剧毒 然后飞鞋回家 我这还不回家吗 这再刷新一下 什么鬼 提给这个英雄 真的好玩 我觉得这个英雄 特别有成就感 你玩玩你就知道 我反正 我挺喜欢这个英雄的 而且最近大家说的比较热的 就是 关于那个 剑胜和IO 其实讲道理 这次我觉得剑胜有机会 为什么 剑胜 过去 因为大家最早玩刀的一人 就玩刀的二人 普遍都玩过刀的一 刀的一时候 剑胜这个模型 是经典模型 虽然现在变成了主宰 但是我好多人 上手玩的第一个英雄 就是剑胜 反正李子是这样 李子玩的第一个英雄 就是剑胜 这边TK有点危险 不过泡沐技能CD了 我靠直接回头 配合秒了一次 一次确实脆了一点 再一个激光 A一下 这里TK没蓝了 所以没办法 直接飞游家 再补给一波 然后再刷新一下 再回来 明天Ti终于要正式开始了 李子还是挺期待的 加油啊 中国战队 希望双数年 真的能给你们 带来好兴趣 蝙蝠一个拉 TK这里 激光 激光加导弹 我靠 好省啊 这里应该导弹没炸着 还是被游鬼影标A死了 大IO挡得太不备武霸气了 直接被刷死 这边影刺 直接被 我被中力生物刷死 TK直接飞游家 问题不大 然后他下弹 就是打算做一仗 TK也是加两级大了 因为他感觉 两级大还是能 能增 就是现在的所有技能都满了 TK讲道理 黄点性价比不高的 这英雄加黄点 毕竟是靠技能示范 就是技能示范的 也不太需要那点鼠径来放技能 哎呦 我靠 这剑都没中吗 我这剑都没中 有点扯呀 这都让他跑了 反应真的蛮快的 怪不得当今天地分也不算最高的了 现在RTC应该比得高了 他们这些大神 9000分这些RTC啊 还有什么 Milko 他们这些9000分的人 并不是他们怕掉分的 是他们真的是排不到人 那天看RTC直播 拍了一个多小时 拍了一场 让我觉得有点头疼 看直播 看这条短心 看什么光看RTC 有点直播吹逼了 我分地人妈 李子最愁的是 李子英的还不好 还妈有点看不懂他吹逼 听不懂他吹逼 这个有点难 一个导弹 哎这里 激光过来打一套 再跳过来 给个视野 一个导弹 哎这里跑 我们竟然没死 一个激光 直接干掉 导弹 没有加 两本TP 隐次没办法 隐次没打断 所以说很难 这里没落 没落点 所以说 不太要杀了 还是杀死一个 这边蝙蝠 吼到 一个激光价导弹 直接干掉 猛死的Q 听个儿这一波 已经有一战了 下载点 他打算做雪晶石 感觉雪晶石的性价比 对于TK来说 不是特别重要 虽然TK能刷新 自杀ACD 但是理子认为 雪晶石有点 没太大必要 个人感觉 还是大根比较好 我觉得大根好 但是看 他怎么选择吧 也有可能是雪晶石 这里直接飞游家 现在听个儿 经济就是很肥 但是队友 不是特别有钱 听个儿 切记不要打得太毒瘤 TK这英雄 切记打得太毒瘤 而且TK很吃阵容 并不是一个百搭英雄 TK比较依赖什么样的阵容 就是几方有前排 像这场比赛 TK就是一个 很好发挥的环境 有控制 有前排 而且还有很稳的 很硬的大哥 就是后期很硬的大哥 这种是TK特别好发挥的 就是特别好发挥的一个阵容 而且尽量TK 刷一条半线 加野区 就是顶死了 不要翻线 哪有钱 飞哪刷 有的 因为TK有一些 刷野点 可以刷两到三波野 没必要打得那么毒瘤 把队友钱全刷光了 最后你一个人 腻不了天的 跳过来 然后这边再接着刷击人 一个让对面看不见 TK才是一个好TK 那这边一个导弹 A章的效果 激光一个 激光折射 直接秒掉 还有大家注意 TK的激光是有后摇的 TK激光是有后摇的 所以说尽量不要 要取消那个后摇 千万不要不取消后摇 不取消后摇很难受的 这边喵狗 还是选择了 打算接着 做这个 做这个学行师 其实打TK 也可以在一些边角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 做一些抓TK的眼 TK有时候 经常会跳到那边树林里面 那个眼是抓一些 带球英雄 特别好的眼位 最早应该是我 印象里是应该 罗老最先用的这个眼 效果还可以的 看这边能刷两波眼 所以说听着 不要打太毒瘤 你有很强的刷野能力的 看这边都刷光 刷野能力很强的 所以说尽量不要 把队友全都打穷 打穷对你 没什么好处的 我经常见过那种 刷三路TK 数据挺漂亮 然后队友都很穷 然后最后输了 有的一喷酒 其实没必要的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穷是 就是 队友的穷是因为 你拿太多资源 所以说你拿这么多资源 打出这些输出 应该是 也是 确实是 应该的 你不能说 你拿了资源 打出这么多输出 你都说队友猜 你拿了50%资源 你打了40%输出 我都感觉你 就是打的不好 资源要跟输出 成正笔的 所以说数据有的时候 真的会骗人 也不是说完全不会骗人 虽然有一些数据 是比较准的 但是 像有时候 打太毒瘤了 你数据很好看 但是实际的作用 并没有 就是实际的那么好 这边TK 真是打算要做旋径师 还是保证自己不死吧 毕竟人头数比较高 称号也比较高 直接飞走 刷两波 这边中路打起来 然后TK支援 第一波技能对面都打光了 那TK能打出挺好的输出的 一个激光架导弹 弹射 然后再过来一个导弹 接下激光直接秒掉 直接飞回家 蓝打光 这一波TK的支援 就是 这一波支援 打得非常的帅 因为对面 第一轮技能已经交过了 这里TK有一个激光 可以救一下蝙蝠 TKS三杀 这里再杀隐刺 再刷新 有魂剑吗 没粉 我真的想刷死隐刺 有点难了 这隐刺要被刷死 就太蠢了 然后TK终于打算补大根了 很多TK在团战中 只打导弹的输出 其实李子认为 刷钱尽量不要光用导弹 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放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如果打到后面 伤害全吃 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机器人 直接飞走 比赛进到28分钟 然后现在的经济方面 还是TK TK方 就是领先应该是比较大的 今天我电脑怎么稍微感觉 有点卡卡的感觉 FPS有点低感觉 可能是听到这种英雄 来为的刷让我的FPS有点低 大家要开始直播 这边再一个HTK 再一个激光架导弹 哎呦 我靠EV3了 三个人要杀的 结果被他反杀三个 激光的群体之盲 这个激光 他有一仗以后有折射的 所以说这个群体之盲 打对面真是痛不欲生 现在这样这个TK 可以说领经济领厌太多了 基本上要沦为TK的一场 个人表演了 好难 我只我真的只能说好难 再次跳刀走 王过来 再一个激光架导弹 这里还是能杀死王 一个激光架导弹 哎呦 现在TK已经 有点无法无天的感觉了 到后面就是TK的个人描哑 他大哥都没拿出来 和名字 他感觉一击大根可能没用吧 他一直都没有拿 看他一直都没有带一击大根 这边再放击人 他各种S等下兵线位置 看下自己家里的兵线 其实两边兵线是对等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是很简单的 就是看你家兵线到哪儿了 他们家兵线基本差不多 这边把这个塔拔掉 17格能量的血腥石 TK再催有一座防御塔 Tinker在这个版本中 确实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英雄 在这版本中 Tinker挺热门的 挺好用的 那个刷新对于减那点时间来说 挺关键的 三级刷新 三级刷新我记了0.75秒 对0.75秒 非常的好用 我这TK刷前效率真是高啊 有血腥石油 他回家补篮的时间也快了很久 很多 这边碰到了 拉到偏 这里再过来 打招没妙本 再给激光 直接秒亮 再飞走 三级大根 这三分钟刷了个三级大根 就五分钟刷了个三级大根 非常高的刷前效率 那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TK经济太好了 22000块 一个人就领先对面1万块经济 这时候TK就可以说随便玩了 相当好打了 这两个人要杀三个人 一个导弹加大根 A死 跳过来 这边再杀泡沫 感觉泡沫也比较难跑了 哎 导弹没刷到 有点可惜 刷两下什么鬼 直接飞机回家 这边堵一波泡沫 这可能很难的 什么鬼 他在跳一跳去找泡沫 找不到了呀兄弟 泡沫这里很难找到的 呦呦 苗导在这没事干热手玩的吧 换瓶子 这也是TK的技巧 就换瓶子 把用瓶子把蓝补满 然后再飞的过程中 换成大根 就行了 TK是一个细节 可以无限做的英雄 这英雄真的是细节 能做特别好 激光加大根 看他这个就属于激光出出前 然后直接用跳取摇后摇 然后就拉长特别大一刀 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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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一刀一刀 激光贼帅 他没敢往前跳 因为往前跳 推着实际上没什么保命手法了 刺激大根 爆发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换完把瓶子换下来 哎泡沫是跳了 我的天 这一套爆发直接可以秒满血泡沫 就是可以打掉满血泡沫 泡沫刚才在吃那个导弹 血量基本上就要见底了 现在这场比赛听个儿就比较好打了 而且这样比赛时间还挺长的 一般他们这边脚闹力的话 并不是特别好上高地 哎这里听个儿要死了 自杀能自杀掉吗 没自杀掉 超神被终结 但是复活时间会比较短 27秒钟 这一波TK属于自己浪 完全没必要 这个浪的有点没必要 跳上去就直接中间了 结果反身被人对面一套打死了 好亏这波 他刚刚送了多少钱 送了挺多钱的 1800多块 卧槽他快自己摸飞 这边还把力丸烧死了 这边DK活了 由于血泡沫等级能量比较多 所以活的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基本上离子感觉这张比赛 TK的细节都说了 都把都把该告你们的 哎我靠这跳到箭上了 基本上把该告的都告你们了 没有我印象里 没有什么值当在于说的了 TK这些东西 所以说剩下的就是 如何玩好TK 就在于多练 多打就行了 其实这一次TI 为什么离子特别看好 因为讲道理 这一届TI 对 感觉好多队伍都能冲上冠军 挺让我期待的 终于要正式拉开帷幕 8月3号到8月13号 应该是14号 打的 这个打的非常漫长一段时间 北京时间应该是14号 下毒时间应该是13号 北京跟下毒还是差了 差了将近十几个小时吧 怕挺多的 这边蝙蝠直接死掉 他说什么蝙蝠被干了 我这个反应很很很 多有试验 只要精神注意力集中的话还可以 稍微做到 我马上那对这个大洁 打掉 我吃起来 这敢跳上来的 喝加酒了吧 大萧hower 这个波没必要的 跳这位置肯定会死的 这一波 有点搞笑了 太无厘头了 这波太无厘头了 没必要的 这就导致有可能队友要打输的 哎 无依这个晕 笑话还可以 但你自己个物 断了一波无依这个 再给个技能 这波苗口太浪了 灰了 杜姆也不在 这波跳上去没必要 打嗨了 虽然优势确实比较大 但是自己连送两波 其实蛮伤的 你看他是送掉钱很多的 一波掉了一千九 一波掉了八百 七百七十七 挺伤的 虽然讲到你有血迹 是活的比较快 但是也不能这么打 两个四千块钱 经济优鬼的装备 也是在慢慢更新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势 是还是比较好打的 因为有优鬼这么稳的 后期保证在 所以说TK打得浪一点 也属正常 但确实是不应该 这边可以下大剑 跟个五级大跟 然后就可以合个大飞鞋了 大飞鞋对他有时候 也是打到后面 也是必要的 因为后面 兵线 挪动比较快 大家推线能力都上来了 所以说有时候有可能 打击团战 第一时间飞不到关键地方 所以说不到后面 补个大飞鞋是很必要的 刚才那波杀TK 直接两千块 非常非常爽 便宜 直接经济上补到BKB 补击大跟 已经做好 哎呦 这一个大跟 跳出来 再一个大跟 死了 攻击 好无法 其实 P应该开BKB的 刚才要开BKB 可以 主要是不太 使得开10秒 BKB 为了逃一次命 感觉开了有点 确实有点亏 要离子 离子也有点 舍不得开 但是该开也得开 不能死了 直接刷一波就走 然后 下来要做羊刀 还要他做西瓦 还是主要打一个 优异数 其实羊刀对于TK来说 性价比非常高 TK能刷羊刀的 消失 奥树吃 他妈的斗杜姆吧 杜姆妈 让杜姆过来 最后自己给杜姆吃了 看他三级刷已经多快 又有奥树服 刷的贼快 这边要打盾 应该是 有鬼来拿这个盾 对 还有的TK 洗劫就是 TK被打的时候 可以刷新再跳走 这也是离子告 你们一个 一个逃生手段 比如说你被剑身下 就是 剑身风暴给跟上了 你可以刷新再跳走 是有几率跳走的 有时候真的能跳走 可以保一命 但是前提是 你感觉怎么走位都跑不了了 可以选择阻止架 不是百分百能跳走 而且面对一些持续伤害技能 跳不走的 这边正面已经开推 防跳 吼到了一个杜姆 但问题不大 你给飞了 直接打人家 还是杀了 直接被连蛙球了 杜姆也打一个 基督人 干脉下风 自己被自己杜姆掉了 再次飞回来 有剧毒守皇帝能力确实强 一个大根 我和这输出 这虚蛆 和这输出 虚蛆 chi 哎 泡沫跳过来 这边 这边PAABKB,但是PAA装没太差,真的没有什么输出 直接被一套,去武将一套秒掉 再一个导弹,加激光,双杀 这边泡沫,这一件躲一下 还可以,刷新一下 过来,激光,哎呦 还是走吧 哎呀,大根直接致死了 对自己真是很有信心 这个走位也很好 蝙蝠满活 飞烟,在飞的过程中直接换上大根 我跳过来一个大根,狠狠压怒 为什么感觉要暴走 我就感觉要暴走 我靠两度暴走 哎,这边 激光一下,能跳宝吗 哎呦,大根,我靠三度暴走 发傻 我这一波直接把对面的星星摧垮了 这一波太肥了 直接把对面的星星摧垮了 三度暴走 我还可以再加上了 C吧一号 TK已经做出了C吧 现在就是TK随便选装备收了 已经装备非常豪华了 一个大根,导的激光压跳过来 啊他应该是跳走 我会进拳杀的 就讲到刚才竞争杀也是有希望,因为对面的人都没活 他这边带西瓦并没有选择把以太积鱼带在身上 18个能让雪晶石,而且什么回蓝都很跟得上 西瓦加上A帐已经大根,雪晶,回蓝绝对没问题的 然后明天后天以后的比赛 这段时间十来天应该就会只能因TS比赛了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一块来看看,再一个大根 直死,他有BKB 这边TK还是挺肉的,一个大根直死 再刷一下 这边TK讲道理自杀 自杀完了以后活不了 那这波还真的不一定推得下来 杀巫医,幽鬼能不能救一下巫医 一个双冤,巫医好肉啊 先把隐私砍死,泡灭得死 被散失了 杀巫医在这里被斩杀 然后最终剧毒也打出了机器 感觉也打不了了 优鬼现在这装备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两万二的经济,确实是经济已经比较好 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哎呦,佛王好凶效 但是那优鬼没什么办法 宝石自然掉了 就是打掉了 但是也没什么用了 第二路也会被开 哎呦,这要灭权啊 飞蟹走 能飞走吗 这不要死了吗 你们逗我呢 哈哈 哎呦,这个逗我逼 剧毒,这波送给剧毒多少钱 送给剧毒一波800多 好逗逼 其实应该关键是个买个绿 他买绿,买了自己储房间了 那这就没办法了 逗逼把自己给逗死了 我讲道理,这波没得翻了 确实没得翻了 很难翻了,这波 优鬼也这么肥 双大哥都无解肥的成果 其实对面的福王感觉打得不错 几波先手做的都还挺好 就是 整体实力确实有差距 主要是中单 泡沫跟 TK差的有点多 而且PA讲道理也比较穷 所以这就打到这就 就比较大了 好 老狗不挡路 老狗不挡路 听到是有大飞的 太好到 这几波处理得太不好了 尿哥这几波处理得太差 谁满活 飞过来 大飞 带着一套技能都打在人身上了 父母也满活 哎,那边貌似有一个直接被泡了一套 天灰中塔 正受到攻击 打到这确实是 已经全天不大了 应该是,哎 这边那个激光导弹 但是TA开出了 就是PA开出了BKP 给我一个大约 推一下自己 到后面激光导弹 伤害确实差点 哎,我感觉这个PA真的不如羊刀效果好 我觉得羊刀还是比西瓦效果要好一点 他这波带了以太 并没有带A帐 我天,他妈大跟蹭了 自己给弹死 去多位买活 不够了 我好到一个 但是TK回家接着补给波 我靠,TK真的还还还还出来呢 最终TK再次大跟直死的PA 然后这样比赛也走向墨呗 底下是我的一个零食物 也欢迎大家让大家看看 然后大家如果想去抽奖 也可以去飞熊下载一下 飞熊的AP 参加一次抽奖 好,比赛在坐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紫色水子 我们下期见